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复习一下三自一平面向量 什么叫做向量呢 向量的意思就是有方向又有量值的一个量 这个量意思就是有大小的意思 那它有方向所以前面加一个量 前面加一个向 那么什么时候会用到向量呢 我们在前面的第二章是只有讨论直线运动 直线运动我们是以正负号来代表它的方向性 它的方向性 但是生死的情况我们的运动不会只是沿着一直线 物理学就是在一开始是研究物体的运动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可以左右移动 但同时又可以前后移动 那综合起来变成走 左右和前后就可以走斜方向的 这时候你的运动的范围变成是一个平面 那这就是第三章要介绍的平面运动 那所以从这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会把位移速度加速度都换成向量 因为位移是有方向性 速度加速度也都有方向性 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是以正负号来代表位移速度加速度的方向 那在这里我们就要弄向量 来表示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这里多写了一个例 意思是牛顿运动定律说 有加速度就是有合力 所以加速度和力都是有方向性 举例来说我们现在右边有一个向上的V 它这个V它前面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是方向的意思 代表说它是一个向量 然后我们会以它的箭头的方向为这个向量的方向 然后以它的长度 箭头的长度来代表向量的大小 那现在有一个U和V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就是一个 假如它就是一个位移好了 它有向右的位移和向上的位移 那如果同时向右又向上 或者先向右走再向上走 那我最后就会到达了右上 就像这样子 这个叫做向量的加法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 想要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向右的2公尺 向上的2公尺 结果加起来不会是4公尺 而应该是更好2 对不对 因为它斜向走了 所以不会是2公尺 不会是4公尺 那它的加法要怎么加呢 那我们就利用这一个动画来看看 好 这里可以操作 这个都在Google Classroom有 好 那我们就可以拖动这个 你可以发现呢 它会把向量先平移过去 把这个V向量呢 移到右边 那这时候V向量它的头 接到了U的尾巴 这个意思好像是我先向右走 先向右走完之后再向上走 那我最后呢 从起点开始算我的位移 其实是这样这个红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向量加法 简单吧 那如果说是另外一边也是 你也可以先向上走 然后呢再向右走 最后你还是得到一样的结果 好 所以这个就是向量的加法 那不一定要是走上再走右 它可以是这样子 像这个就是向右上和向左上 但是向左上走比较多 那如果这时候合并起来 向右上又向左上 我们可以把向量平移 这是向量的一个特性 它只代表一个方向 还有大小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移来移去的 那我们要知道合成的结果 就是把其中一个向量的头 像这里就是V 就是U的头 我去接到V的尾巴 然后再从V的头呢 连到U的尾巴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V加U向量 这样 那当然你也可以移动V 移动V然后从U的头 指向V的尾巴 这样也是可以的 自己可以试试看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比如说我先向上再向右上 先向上再向右上 那结果合起来会是怎么样 这样子 结果是这样 可以自己调 这个程式很好 这个Google classroom有连结 自己去玩玩看 如果是这样呢 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 移动这个V 把V的头去接到U的尾巴 再从U的头连向V的尾巴 这就是我们的向量加法 这叫做三角形法 三角形法 那如果今天我们呢 把它放到一个直角坐标上 比如说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放到一个直角坐标 红色向右 然后蓝色向上 那最后是呈现了黑色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它 我们一样稍微改变一下 这个动画 我们可以把红色的 让它指向31的位置 然后呢 让它指向41 然后蓝色的让它指向63 好 那 这个也是跟刚刚一样 我一开始可以看成是 先向31 先向41走过去 然后呢最后走到了63 但是蓝色的这一条 它其实是 向上走了2 再向右走了2 蓝色这个向量它其实是22 怎么说呢 我们一样把这一个 把这一个图截下来 然后我们用画的看看 像这种情况 你可以看成是 红色的这一个 它分解成 它要走到41 这也是41 可是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向右走4格 向上走1格 然后呢蓝色呢 从41开始最后 它又走到了哪里呢 它又走到了63 这里是63 那41到63 其实中间要经过的就是蓝色的这个 向量 从41要走到63的话 它必须要向上走2 再向右走2 所以蓝色的向量 它其实是22 所以蓝色的向量它其实是22 好 我们可以这样表示 红色的向量是R1 然后它可以写为41 然后呢蓝色的向量是R2 而它可以写为22 那最后我们要得到的是R1加R2 这两个相加R1向量加R2向量 其实就会是把X的部分加起来 Y的部分加起来 变成63 因为XY现在都是直线 所以你就同一个直线上的做加减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就是把它放到坐标上的好处 把向量放到坐标上 就可以用坐标来表示它 而且另外我们可以把41再写为40再加01 就是把它拆开成这样 然后呢蓝色的这里呢 22也可以写为20再加02 把它拆开成这样 拆开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进一步写成这样 可以写为4去乘上10 再加上1去乘上01 然后呢蓝色的这边也是 可以写为2去乘上10 再加上2去乘上01 那为什么要这样啊 是因为我们的讲义 我们的课本 它有另外一种表示法 它可以表示为 这样子 它可以表示为4I再加上EJ 那I和J的意思就是10和01 I的意思叫做向右走一格 J的意思叫做向上走一格 这样子 只是换了一个符号而已 那同样的呢 我们也可以把蓝色的向量呢 把它写为2I再加上2J 然后这两个相加以后的黑色的向量 最后就可以写为 6I再加3J 好那在最后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它的大小要怎么算 我们加完了 我们现在是从 红色的0到41 然后是从41走到63 经过了蓝色的向量22 那最后这个长度 这个黑色的向量63 这个长度到底有多长呢 很恰好的是 我们如果是把它放到直角标上 那我们就可以用必识定理 这个就是Y的方向是三格 J的方向是三格 我刚刚这里的J忘了加一个帽子 那个帽子也是代表方向的意思 所以它的J方向有三格 而I方向则有六格 利用必识定理 利用必识定理 你就可以算出它的长度 那它的长度我们会这样表示 就是这个向量呢 给它加绝对值 这就叫做它的长度 它就会是 √6的平方加3的平方 结果就是3√5 这样子 好那同样的 如果是蓝色的这个向量22呢 它的大小也是可以写为 R2 然后呢 绝对值 然后就会是2跟2 这样子 好那最后的最后呢 你可以去网路上 我们的Google Classroom去玩玩看 我们 这里有一个游戏 它可以让你训练一下 看你会不会像样的加法 那玩给各位看 它可以出一个新的题目 然后呢 它要你哦 用这个 它要你用这个 比较粗的来表示它们两个的加总 像这个 U加V U加V 怎么加啊 我们就把V的头 放到U的尾巴 对吧 把V的头 放到U的尾巴 然后从U的头连到V的尾巴 然后检查答案 这样就对了 那在下一题 可以自己来玩玩看哦 我们把U的头 放到V的尾巴 把U的头放到V的尾巴 然后 然后呢 再从V的头 这个好像要对齐 再把V的头 看U的头和V的尾巴重合 然后从V的头连到U的尾巴 检查 这样就对了 好自己玩玩看哦 自己玩玩看 好那最后的最后 再跟各位介绍一下 除了这种三角形法 可以用来合成之外 还有所谓的平行四边形法 平行四边形法 就是跟三角形法 非常的类似 只不过是 这像是一个半边的平行四边形啊 那平行四边形法就是 这样子 自己感受一下 好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